12年前的翻滚吧男孩长大了 现在他们在拍的叫做翻滚吧男人 而我们很幸运地取得了其中一些片段 原来后来拼到参加奥运的李志凯 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训练和这些压力 才从男孩变男人的 2005年纪录片翻滚把男孩里的三个主角 林教练 李志凯和黄克强 好久没看这部片了 毕竟那是十多年前的事 你们会不会互相说心事 对 比如你有跟他说什么心事 那是秘密 对 不准说 对 你觉得谁比较厉害 这一个 这一个小子 是啊 对 不过我以前费力比过现在做了 过去的这十多年 李志凯和黄克强继续练体操 也都进入国家队 小时候也没有想那么多 没有想过会进国家队 从来没有想过 我说不定再来我就要去比奥运了 没有想那么远过 对啊 就今天又看了之后 我好像快达成我小时候的梦想了 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是高二 真的是就低空踏进你知道吗 最低空 最低空 那那时候志凯已经 就一二名那样了 我就原来跟他差那么多 就开始做了 因缘继绘与不同训练方式 李志凯一直有不错的成绩 也累积不少国际比赛的经验 他是2014仁川亚印体操男子全民第六名 在2015年英国试景赛 李志凯的全能成绩世界排名42 甚至也取得了2016奥运测试赛的资格 他在十年前 他就分析了一些按马的动作之后 那他就预见到说十年左右的时间呢 一个汤马士就是分腿的马圈的动作呢 会在按马上面变成一个蜂巢 所以十年前他就给志凯他们这一批小孩子 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磨练 然后慢慢的十年后到现在 志凯算是在这个动作上呢 他算是在世界上可以排进非常前面的一个动作 领域性教练特别训练的按马项目 是李志凯的强项 这是2016年4月份测试赛前的练习 比赛最后一项按马是有风险的 重新测试赛已经出来了 调完一项这个是最后一项 现在没变 最后一项根本 最后一项这是最痛的 一个体能都透支 五项都比完 比最后一项这个 这个压力最大 因为这个Visky或者观众压 掉落的机会很大 要考验他的体能 要考验他的抗压 因为这个世界的再见 这一项失败特别高 世界冠军常常没来没去掉落 凌玉兴并不是一个说好听话的教练 这点早上就不会上了 凌玉兴并不是一个说好听话的教练 这点早在当年公正国小的严格训练时 还是小男孩阶段的李志凯就很清楚 小生你也问一下 那老师打你们哪里 屁股 他要用拖鞋打头 屁股已经麻痹了 可是被打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齐 一次开会 开会 他会 他会这样 会不会有时候 你觉得根本就 我没有做错 那老师干嘛要打 你会不会这样 没有啊 所以老师打你 都是做错的时候 对 老师会问我们好 好 当年一群小朋友超挺老师的 其中李志凯 后来一直跟着林老师 也跟着重复各种 艰苦魔忍的训练 你都不怕怎么做了吗 对啊 国众的时候 就问问今天怎么办 不要讲啦 已经被老师骂一次了 还回来还要骂你们 被你们骂一次 家有活手 父母也有压力 但既然交给教练了 所有喜怒哀乐 希望与痛苦 也全部交给教练负责 直到2016年4月12号 通过测试赛 顺利取得奥运参赛资格 李志凯也成了台湾魁违16年 唯一获得体操项目资格的选手 好 好 林老师加码 一千 两千 扣机啊 六千 扣机一千 三千 扣机到一千 加一千 我要分好三千 真的 三千 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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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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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 三千 二千 二千 四千 二千 三千 控制好 控制 控制好 控制了 控制了 控制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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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起來 要拿出來 說 打開 打開就差不多了 這已經差不多完成兩千塊了 打開 打開 就差不多兩千塊 差不多已經完成了 如果我撐下去 我撐過就過了 沒有關係 真的比較新人喔 為奧運夢想全新投入 這不只是李志凱的夢想 也是林教練的 從我認識體操 我就在看電視的奧運一些的報導 我很希望我這麼苦練 我也想要去奧運會 但是每一個人的命運是不同的 我的當選手這條路 最遺憾就是沒有去奧運會 所以我們大概他拿到資格之後 教練喜悅只有一天 第一件事 李志凱需要更多 站上國際舞台的經驗 包括奧運前一個半月的 葡萄牙大獎賽 國際選手們都知道 他是訓練面對大場面的機會 是奧運前少戰 你說你抽到千萬 對啊 第一個項目第一個上場 第一組 嗯 都是未來要在奧運會 較量的國際高手 使自己訓練克服緊張的機會 來 華流幫忙 你有沒有拿到 Falls Lieven Bars F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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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s 好了啦 又睡了好了 你給我 你給我旁邊 你沒有旁邊的地方 就有很多 太多 測試自己就好了 所以第一組 你一定要坐在上面 走起來 你就後面就比較夠了 不要緊張 這場在葡萄牙的比賽 李志凱的成績並不好 地板和鞍馬都遭到淘汰 再投兩套 訓練 不要用他們連啦 就是訓練訓練訓練 訓練到麻痹做得出來 不然怎麼辦 完全投入那麼多 完全是抗壓沒有辦法成功 樂趣在哪裡 沒有啊 你跟他吊著要說還不行 自己要去行動 然後就覺得很累 那你怎麼當選手啊 要讓他知道要懂得自己 沒問題失敗 沒關係 來 我們就要再磨練再幹嘛 把他做到會 不然你的影響都這樣 什麼也沒辦法 不然你出來出場 我是沒的 奧運一個半月前的這場嚴酷淘汰 教練緊繃的情緒也要宣洩 碎碎唸到了最高點 純粹人照顧太多了 沒有自己自主 因為現在回去都要自己自主 自己是要做的 先自己 免得我們去那裡 不好 因為純粹人照顧太多了 太依賴 自己不知道要什麼防守生存 如果人家還要去練 去修飾 他要走 我要給他做到會心裡的味道 葡萄牙的這場比賽之後 對李志凱是一場心理的煎熬 十多年下的功夫 真的是先天心理素質不夠 還是可以再努力克服 你才20歲 你可以進步很多 也可以從此以後就沒了 就是你自己抗壓沒有辦法提升 技術完全一流 那比賽就是 抗壓就是做不出來啊 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那是你的心理層次的問題 我們都沒辦法去打開這個問題 只要這個心理層次永遠在壓在你身上 你永遠就不能做出更優秀的東西 你啊 不用再看什麼奧運會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 希望他能 自己跳脫自己一個 從孩子到男人這種階段的思維出來 第一趟是要全部不是拿開 已經在那邊調很久了 是要壓爆完不是拿開 根本還不到位耶 你覺得你做得不錯可是還是非嗎 神經病 神經病 那怎麼辦 中間警病 呢 你覺得你教練有給你很大的壓力嗎 其實中間真的很大 但你就想说 反正小时候就这样 是没错 我们也很想 很想做到很好 很想表现 可是已经发生这种事情 我们其实自己内心 一定很难过 然后有时候 等下谁又在旁边 会念一下讲一下的时候 其实已经 臭败感很大 但令他感到 臭败感更大 更大的不安 发生在奥运比赛前30天 因为我做的动作 刚好是这样往下踩 踩再弹起来 然后踩下去的时候 就听到啪一声 就听到啪一声 对因为 你就说这个踩下去 这个力量太大了 所以得 这边有裂开 然后另外就是说 这个韧带 有点失利 不过 这个都不是那个 错位性的 其实正常程序来说 里面上是可以 不需要手术的 多半两个月 至多三个月 一定是可以 一百分好了 一定是可以 但是因为 现在卡到就是说 你要去奥运 真的很麻烦 奥运的时间出来了吗 8月6号 8月6号比赛 刚好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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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是 27号出发 27号出发啦 对 那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我就说 你刚刚在车上 你有没有想过 因为主要 主要还是会希望能上场 不动手术 两三个月可以恢复正常 但在一个月就要比赛了 李志凯自己做出选择 这是他原来骨头 这里有个裂缝 这是我这 开完刀之后 他的钢钉打了两只进去 那医生有说这个大概 一个伤口多 0.2 0.3公分 小小的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这边看 他的裂缝 就是完全已经看不到了 宇宙医生有出来解释了 要把他教他 怎么办 我到医生都 不怕不怕心 白痴 你这么做 所以 说我怕不怕 真好 我知道 我会在家補鼻 他有点想吐 所以我把他放在旁边 想吐就让他从我车一边吐出来 好 好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辛苦你的 好 谢谢你 靠着两根钢钉固定 右脚骨裂和韧带撕裂商 透过附件逐渐复原 但仍然让李志凯做出决定 必须要放弃全能项目 改专攻自己擅长的安马单项 即使距离巴西奥运 只剩下不到三个礼拜 或许这就是教练说的 从男孩转到男人的思维 李志凯带着脚伤 专心练习用手部支撑的安马动作 我会更用力呼吸 飞到另一个灿烂天空 绝对应该不用力呼吸 最第一次 西方的美国 吉利亚的比详魄 Rudat, The Two Islands, which make up of 30 Prosperers, is going to be in two-legged final mode. So far, they come in the first season. Zimbabwean Team will qualify for the major global football. OK, so we can see how we can be able to stand out in an奧運會的比賽. 對,而且... 思凱,她在... 媽媽喔? 媽媽看她想說,這不敢嗎? 很捨不得啊 不過這就是想要愛的東西 她想要的啊 本來是想說,下次還有機會啦 這天,二十歲的李志凱 站上從小夢想的國際競技場 好囉 好,好,好,好 好,好,好 好,好 好,堅持 來,來,來,來 好,來,來 落馬失誤,重心不穩 她繼續回到比賽 要把一直以來學習的 融合街舞迴旋高難度的 成套完整動作做完 也許博士 好,來,來 來,來 快點 好,來 來 好 來 好 最后成绩十四点二六六分 李志凯因为失误无法晋级决赛 但他二十岁 还有很多国际大赛 等着他继续翻轮 这只是纪录片的一小部分 还有另外一个主角黄克强 以及教练更完整的故事 其实可以看得出选手的背后 真的都是一连串的努力 而在广告之后 我们要继续带您看的是 为选手们努力推广的人 我的梦想很简单 我梦想是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选手 可以在四大赛的舞台拿到冠军 那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们可以在台湾办 非常高级 非常大型的国际赛事 可以在这里 我们还能开始比较 发布 模仃 我们去订阅 我们去订阅 今天我们去订阅 我们去订阅 找个人 准备 这个人 有点 isia 去订阅 我